字幕——YK 你發覺你睡 верс的一個人很累 睡也受不到精神 有可能會是腎上腺的問題 因为腎上线是我们人的电池 你看看中药里面最贵的中药 就是补腎上线的中药 包括虫草、绿蓉、绿尾巴、人心 这些都是补腎上线的 但是在中药的角度分得很仔细 就是补腎上线的腎音 因为两样是不同的东西 一个是火、一个是水 你这样理解 譬如有些人他经常很口渴 其实是阴虚 那阴虚不是你喝很多水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就是西医他没有这个概念 他说的是你身体保存水分的能力出了问题 就是皮肤也是 不是你塗得越多就一定吸收 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人皮肤干 那如果你说不是 我基本上不喝水一天都没什么 反而是很怕冻、很没力、很累 那就有机会是调转 就是腎羊不够 包括就是我们说性方面的欲望 比一般人要少 男子的话 就是精子的数量 活跃度低 女子的话就是公寒 也都是跟腎羊虚有关的 另外 说一说能量层面 就是 你会发觉 为什么吃极药 都是解决不了这件事情 就是药 它是一种五元素 你吃了下去 它不是一定的身体 就会吸收和保存 这件事情 会不会吸收和保存 其实跟你的身体的能量 是有关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 我有病 我就打针 我就吃药 我就开刀 就会弱到病床 就会好 你就真的未免太天真了 下七十五路 下七十五路 下七十六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